当我折磨你的手 你是耀眼的星火 就让梦想变着望着 这首歌勇敢有要说什么吗 感觉好像是一米的 对我要说的就是 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呢 要说的就是像我们 在当艺人过程当中 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还有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表现不好啊 然后公司会骂我们之类 然后我们就心里会很难过 但是我们会一直跟自己说 就是跟彼此说 就是不管面对什么小挫折 或是一些困难 都要勇敢地面对一切 对 所以就是如果 就是逃避也不是办法 就是你要勇敢去面对 这样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首歌曲 其实也是可以拿来 鼓励你们自己嘛 对要鼓励大家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也还是要勇敢 或是考试啊 每次成绩不好啊 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 对 对 对 这一次的造型呢 又更漂亮了 上一张其实 感觉比较没像这张这么梦幻 对不对 真的哦 谢谢 对啊 这次多了一点浪漫的感觉 对不对 上一次就是很 对 好像是穿着要去浇游了 那种感觉的造型 浇游 对 对 对 其实我们第二张专辑 那封面是我们两个 就是睡 躺在同一张那个枕头 对 床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已经超过17年 我们就是睡在一起 对 因为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已经睡在一起了 对 当然 对啊 然后就是虽然我们每天也是睡在同一张床 但心里面也是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床就怎么办呢 也想尝试看看 对很想尝试 因为呢其实姐姐一直抢我的棉被 对 然后我每次你看到现在我还是感冒 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你们 完全的 Yumi你们是很喜欢抢我的位置 你知道吗 我差点掉在地上 这一次里面有拍了好多张好多张很漂亮的照片 你们自己有没有最喜欢哪一张啊 最喜欢哪一张 最喜欢哪一张 就是封面 还是都喜欢 封面最喜欢 对 我最喜欢封面 一封面也是我们 我们也是其中一个投票的 对啊 诶真好自己可以参与意见这样子的 对啊 开心 对 我喜欢有一张哦 你们知道是哪一张 哪一张呢 歌词本拿出来直接打开 就是 第一面啊 不是不是 打开 哦就是打 打那个打哈欠啊 对对对 好自然的感觉 就是那种刚睡醒啊 然后再打哈欠 就很可爱的感觉 对对对 那个打哈欠 对 然后其实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感觉 以后不要生活化一点 嗯 对 照片不要生活 对对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